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白波 中国贸诉会8月30日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孙晓介绍了2023年上半年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主要发现 孙晓介绍 2023年上半年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各月均处于高位 总体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数据显示 大国竞争仍较为突出 但主要国家政策调整趋势明显 措施更具目标性和针对性 他介绍 从国家地区看 大国竞争仍较为突出 2023年上半年 印度 美国 欧盟 是引发全球经贸摩擦的主要国家地区 印度 有6个月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美国和欧盟 有5个月处于高位 日本有2个月处于高位 从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情况看 美国 欧盟 印度 巴西 土耳其 是涉华经贸摩擦的主要发起者 数据表明 美国等西方国家 仍处于全球及涉华经贸摩擦冲突的中心 但印度和日本的数据表现更为突出 从分项措施看 进出口关税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 出现新的增长 2023年上半年 进出口关税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 有4个月实现同比增长 有4个月实现同比增长 是实现同比增长月份最多的分项指数 从措施数量情况看 2023年上半年 各国地区发布的贸易救济措施实现近50%的同比增长 印度、美国和加拿大是涉华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发起方 数据表明 美国等西方国家拉拢其盟友 不仅频繁适用进出口限制、制裁等措施 对先进技术、涉所谓强迫劳动产品等实施限制 还配合进出口关税和贸易救济等传统政策工具制造 涉华经贸摩擦 从行业方面看 全球及涉华经贸摩擦主要聚焦的领域是电子、机械设备和轻工 2023年上半年 电子、机械设备、轻工行业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和涉华经贸摩擦指数 有6个月均除高位 数据表明 电子、机械设备和轻工行业是全球及涉华经贸摩擦的主要冲突领域 当前的全球及涉华经贸摩擦 从传统劳动密机型行业到先进技术领域 实现了全覆盖